受到連續大雨的影響 蘇花改中仁隧道積水嚴重 部分的路段停電沒有照明 公路段預估最快要三天 水才能夠抽乾 另外在南橫公路 臺東端的嘉寶隧道附近 邊坡也發生了崩塌 一度造成雙向的交通中斷 公路總局派大型機具搶修之後 先清出了一條便道 恢復了單向雙向通車 大量的水來不及排 從人口蓋竄出 蘇花改中仁隧道內 許多路段淹水 已經達到二十公分 照明設備也停 來往車輛只能夠放慢速度 為了排除淹水 公路 霧段向第九河川局 借了兩臺抽水機 不過碎塊也要三天 才能夠將水抽乾淨 如果持續下雨 恐怕還要更久 這也是蘇花改開通三年以來 最嚴重的隧道淹水 電力設備要等到水退去 檢修之後才能夠復電 東部地區大雨下不停 在南橫公路臺東段的嘉寶隧道附近邊坡 二號上午則是發生崩塌 落實完全覆蓋道路 造成雙向交通中斷 公路總局先搶修一條便道 讓人車可以通行 而這項局也提醒 近兩天東半部仍舊有降雨 其中基隆北海岸以及宜蘭 有局部大雨發生機率 要特別留意貪方的狀況 記者送不走